如果要选一种花代表2012亚洲小姐三甲皆历 都挺困难的 不过我想到就是月桂花 三色的月桂花是花中之后代表博乐多才 正好就是形容我们的冠军陈彦庸 而亚军齐真神我会选白色的月桂花 因为它代表崇高和优雅 至于桂军斯绿兰娜古拉高华 我会选择橙黄色的月桂花 因为它代表青春无限 有请三位 天使坏 今天一开始我们就来到这个唱卡拉OK 没错 那不用问为什么了 我们星光家族的文青团 对面的女孩就是我们2012亚车冠军陈彦庸 没错 还有我们对面的女孩亚军灯神 齐真神 你知不知道为何我们常常叫你灯神 灯神 阿拉丹 灯神 我都很愿望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因为我的名字是真神 真神 真神 叫得快的时候会这样 一次过满足你的衣服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陷阱的东西 但是在比赛的时候 跟燕庸说过 其实比赛的时候你比赛的时候 你觉得他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现在可以说的 没所谓的 优点先吧 自信 自信 肯定 然后很优雅 很有女人味 我们认同的 古博主 你自己呢 我自己 你说优点还是缺点 就是你的优点 优缺点 优点还是缺点 优点吧 可能就长得比较高一点 缺点就是 可能叫黑吧 你黑吗 黑 黑 黑 你还还黑 你说那些运气黑 我来说肤色 肤色, 好 你小心点 对 那是怎么用呢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样子 他的面子很漂亮 第一次看到他 是第二次的Cassie那时候 他站在我的后面 之后他拿着头发 我记得很清楚 真的很漂亮 对 即是你迷到了 真的迷到了 迷到了 其实我很喜欢女孩子 对 对不对 他说你的优点 优点 我想他少了一点 优点 有点少了 那人不代 是 其实还可以的 可以 谢谢 银勇, 你被称为 台湾第一亚者 你到这位称呼 第一亚者 第一亚者 有什么感受 感受 感受? 我觉得很惊喜 因为从小到大 从来都没有做过一件事 大家会得到这位称呼 是 有没有失眠过 失眠过 一得到这个称呼 就睡不着 你整天都很开心 其实没有 没有 我觉得很开心 那你拿到银勇之后 你回到台湾 会否特别受欢迎 看过你回到嘉怡 做慈善活动的时候 对 有没有很多人迎接你 很隆盡的迎接 应该有的 尾尖 没有欠虚 没有欠虚 其实有 因为都是亲戚朋友 所以觉得也很开心 说起他读书 我知道你在莫斯科大学 那个是 新闻研究所 以论文 第一名 太厉害了吧 太厉害了吧 新闻的碩士学位 你那时候写的论文是什么 是比较在台湾和我过的 这十年之中 市场有什么不同 论文是很厚的 才女 才女 读书也很厉害 那你看这个方面是否更好 我自小也是和哥哥在一起 哥哥很喜欢 就是哥哥教你的 对,很喜欢打球、踢球 你喜欢什么运动 要是打球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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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足球、籃球 最近最喜欢打台球 出球 好 你的水准认为是什么水平 水平 世界级、国家级 这些我就不知道 下次一起 对 灯神 挑战你 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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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在挪威 对 挪威流河 其实挪威是怎样 以及挪威人是怎样看中国的女生 首先挪威是个北欧国家 这个知道 然后环境很好 是 天很难 可否尽量说广东话 我们是一个广东话的频道 我说嘻哈 嘻哈没错 我们会笑你 偷偷是你 好 他觉得中国女生都很有趣 有什么优点 他觉得很清晰、很纯粹 在那儿留学了几年 快两年 两年? 对,因为我是交通学生 同时你又觉得挪威是怎样 我觉得挪威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国度 同时自然环境很优美 其实在那边的生活乖不乖 是 是 刚才都不乖 但是慢慢就乖 可能很多饮食方面都不一样 是吗? 就是面包、肉 会否这些节奏比较慢一点 是,他们很悠闲 就是我觉得在挪威 感觉生活才叫真正的生活 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很好 所以压力就相对很小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而且挪威人很重视家庭 每个人一周的大部分时间 就除了工作 八小时工作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家陪家人 所以我觉得很温馨 那你挂不挂着家人 他们这么挂着家人 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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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聚 回来后是否考公务员 有没有考 你知道在深圳 中国来说公务员是很启向 铁饭碗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什么兴趣 没兴趣 因为我觉得居不在此 其实我知道你父亲很想你考公务员 是,我爸是 因为他觉得女孩子考这个比较稳定 稳定 如果你那时候不选亚姐 其实你会不会去考公务员 或者你… 不会 没有兴趣 我是一个很倔强的人 你还是喜欢读书多一点 我喜欢唱歌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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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唱歌 你学过唱歌的? 你学过唱歌的? 我高中大学都学唱歌 学什么专业? 哪方面 音乐 音乐 我专业了 音乐期 音乐期 我知道登神在深圳大学 主修的音乐剧 是一个中美化三个 你想想多多 你真是的 製作歌的歌是光辉之成 最多是中香 而且是当女主角 当时是美国的导演波顿 过来选角色 然后我们就去面试 你那时候有什么东西 有多少人选一人 当时有2000人还是1000人 2000 2000、1000人选一人 做女主角 有中国人 我的天 也有 当时是有被选的 就是两个女生之间再选一人 后来在英伦面试就定下是我 这样子 建同你呢? 什么都知道 考考你 都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是否懂歌剧 我也懂 因为我小时候也有学过 我也是受过正统音乐学院 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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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 我也学到 一年了 一年、三年 现在十几年了 那你呢 十几年 因为我五岁开始学了 所以… 那… 我学音乐很早 我小时候学钢琴 手风琴、电子琴 但是学声乐 是从高中才开始学的 一个高中,一个几岁开始 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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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了 很厉害的 在这里自夸无用 在这里 不如试一试,好吗 好啊 试试吧 试试加油 好,我支持阿松 宋师傅大道理之路 同时也支持阿姐 来 来 来 鱼鸟从蓝天飞过 和爱重光 我都转了音 我们转了老人 灯神来了 我支持你 我还以我光光 算了,你赢了 我还不快 我还不快 做男人 让一下他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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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你会输的,去吧 坦仰…你觉得这么厉害 你是冠军 是 我们也有一个冠军 不如你给他吧 是 是,彭山 彭山 很难 怎可以不试试 是,彭山 試试他 我们唱首歌送给大家,好吗 好 你,我愿意 天涯海角度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 一直温习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用心 去相亲会在一起 人潮有勇气 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很 설명的 但是我做了 你 od b 你很想我 你感觉 之后 是 grouping 我就是 치�又是 你又被闵贵 German跟阿君的旁邊的桂冠聊天 如果你去參加亞洲小姐 有沒有想過自己最想抽到的什麼號碼 給資料你參考一下 在二十世屆裡面 贏得最多的冠軍就是八號 試過五次這麼多 莫非八號真是中國人的幸運號碼? 2005年的亞洲小姐競選 我們破天荒和鳳凰衛士合作 在亞洲小姐港澳特區賽區 選出一位佳麗 代表香港去參加鳳凰衛士的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而當年選出來的佳麗就是何淑敏 最難記名的位置就坐在這裡 就是…不是你 你旁邊的八個字 是斯維蘭娜古拉高華 我想她讀一讀她的名字給大家聽 是的 你可以給我們英文說你的名字嗎? Svet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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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古拉高華 古拉高… 不是… 那種中文 好,再一次 Svetlana Svetlana Gulakova 好像說廣東話 Gulakova 讓我說一句 Svetlana Gulakova Svetlana Gulakova Gulakova Svetlana Felakova 阿閻容 阿閻容很厲害 你學得很快 你的廣東話 是 你是台灣姑娘 是 你讀一次 你的名字 標準的廣東話給大家聽 哇 好難嗎 陳閻容 OK了 她很厲害 然後剛才看的6Promo,她完全好像已經說了,不是很標準,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已經好像說了一兩年的廣東話的女生,也算有80分。 奇怪的是,我看到一個資料,Svetlana曾經想過選完這個亞姐之後, 留在香港發展,這件事我很想了解一下,來香港怎麼發展呢? 她又說不到廣東話,又說不到中文,燕陽要靠你了, 因為很奇怪,一個印度的街頭竟然不太懂英文,又不太懂印度文,原來是懂俄羅斯文。 但奇怪的是,陳彥庸是一個來自台灣的姑娘,竟然是懂俄文的, 就要麻煩燕陽幫我們翻譯一下。 Lange,妳說了,妳想要留在香港,去工作。 但她說,妳不懂得說在香港, 但妳覺得妳一定會說在香港嗎? 我認為我可以學中國語言。 對嗎?真的嗎? 妳可以嘗試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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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點嗎? 一點點嗎? 沒有嗎? 甚至說,妳好嗎? 妳好嗎? 妳好嗎? 很棒。 很棒。 學懂了,就留在香港做模特兒還是怎樣? 做演員,跟我們做同事還是怎樣? 妳想學習成為演員還是模特兒? 演員是很興趣的專業,但我希望更多做模特兒,又做演員。 希望她成功,希望她可以跟她拍一下戲。 又要問問為何一個台灣姑娘,俄羅斯文可以這麼厲害? 其實現在已經漸漸忘記了俄文。 但妳剛才不斷說了。 為什麼不記得呢? 妳是為什麼要學的? 妳是讀書的時候學的? 是讀書,因為俄羅斯讀書,之後就懂得講。 為什麼會選擇在俄羅斯讀書? 說真的。 說真的。 其實很喜歡美女,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其實我小時候都很喜歡去很奇怪,很拼,很涼的地方。 喜歡冷的地方? 冷的地方,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到的地方。 所以我就選擇一些。 其實妳身邊的人有沒有去俄羅斯讀書? 身邊的人有沒有? 朋友沒有。 朋友沒有。 是的。 那妳家人聽見妳說,我要去俄羅斯讀書。 有沒有嚇驚,打個頭? 蛤? 這樣? 其實沒有,因為我自小都很獨立。 很反叛。 其實是。 其實是。 俄羅斯住了多久? 住了幾年? 差不多兩年半。 是的。 學會俄文吧。 但是我又想問一下現容,妳可不可以幫我問一下古拉高華呢? Svet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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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馬上霸醜了。 不好意思啊。 問什麼呢? 我想問一下,她是印度,但又去了俄羅斯讀書。 是的。很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她選了我的父母。 我父母說,我們現在在俄羅斯讀書。 我想問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去過印度一次。 印度人呢,我那次跟一個印度的朋友聊天,一邊跟他聊天, 他一邊說,嗯,嗯,不停靈頭。 然後我身邊才發現,原來印度人呢,靈頭呢,就是代表我們的鴨頭。 這樣東西,他明白為什麼呢? 譬如,在印度,人們會這樣做。 譬如,在印度人會這樣做。 為什麼印度人會這樣做? 當然,我不知道。 我活了我的生命在俄羅斯。 我不認識印度人的傳統。 但是你… 是的。 你這樣做嗎? 沒有。 沒有。 根據我的資料顯示, 斯維蘭娜原來在網上, 之前找到很多她的很性感做模特兒的照片。 我第一件事想就是, 為什麼寫稿不拿那些照片給我看? 只拿一些資料給我看。 OK,性感的照片。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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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嗎? 真的嗎? 只有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給我的專業照片。 非常性感嗎? 不太, 很小。 很小的。 很小的, 很小的, 很小的。 可以再次看到嗎? 沒有。 但它已經在網上。 所有人都會看到這張照片。 好的。 尹蓉, 有沒有拍過這些照片? 當然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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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人, 會不會相對? 我覺得你的人比較保守。 是嗎? 是比較傳統的人嗎? 其實是傳統的, 但我小時候真的很頑皮。 頑皮。 是頑皮。 頑皮和性感不一定相對。 頑皮可以很性感, 可以穿著泳衣到處爬。 其實沒有什麼身材, 就算了。 你自己也好。 它很坦白。 是的, 這樣也好。 如果你在香港, 發展幕前, 有沒有目標? 我想做到誰? 有啊, 因為我其實很想做那個主持人。 很沛沉, 在台灣很出名的主持人。 因為他講英文有力, 和主持人有力。 而且有很多人認識。 是, 是。 是。 是不是真的? 這個我不知道。 在台灣, 你們是否傳得很好? 他和我喜歡拍拖? 我不知道。 有沒有搞錯? 因為我們都是看中間, 然後有些是是非非,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對啊。 在台灣的形象,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很喜歡他。 就是希望又可以做主持, 又可以拍戲。 好像他這樣有力, 又有力, 又有力。 但是你第一件事就是, 要開放自己, 要說多些事, 不要太害羞。 好啊。 Svetlana, 你有一個 Hollywood idol 那你想成為? 嗯, 我的Hollywood idol 我認為是 Jessica Alba。 Jessica Alba? Jessica Alba?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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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濃的唇膏。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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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濃的唇膏。 你們兩個知道誰嗎? 神奇四入, 那個女生不是很… 對, 不是很粗唇, 對, 她們也說很粗唇。 可能她的角度不覺得很珠神, 可能她們來講, 這些是薄唇來的。 是的, 正常唇, 正常唇。 印度是否所有女生, 其實, 好像Svetlana那麼漂亮, 我們看到很多 Bollywood的電影, 那些印度的女主角 很漂亮, 很漂亮。 對, 尤其是那些眼睛。 對, 我想問, 巴西的人, 比如巴西的明星, 或者巴西出來選美的女生, 很多都是做得很厲害的, 她們也有型的, 有這些學校去教她們儀態, 幫她們整容, 去參加選美的。 其實印度有沒有這些東西呢? 是, 麻煩你了。 在印度上有特別的學校, Grand Prix 和舞蹈場, 我認為所有國家都知道這學校。 我認為這些都知道每一多人都做了《列補指 – 》。 不僅僅在印度上。 超級, 他就說超級列補指 – 。 看來自視頻。 我可以用雕塑的 雕塑 我認為所有人喜歡做雕塑 雕塑 全世界 你認為全世界 不只是印度 當然不只是印度 現在人們很開放 全世界都這麼流行 整容 如果你不是生長那麼漂亮 你會考慮做雕塑嗎 不 我喜歡我的臉 當然 大家都喜歡你的臉 不 我不想 因為你太漂亮 挺有自信 燕容呢 你是不是那些人來的 因為我很怕 和耳胸都沒有 耳隆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所以比賽那時候 他們都很麻煩服裝員的人 是的 你剛才還沒回答我 就是 如果有一天 可以和哪個男的名色 合作你就會很開心 你還沒回答我 那一定是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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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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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兒了 母王了 明草有主 做爸爸了 我知道 是的 但是我覺得他很專業 而且他拍的電影也很好看 是的 如果有一天 有個導演找你要和不早拍電影 還有一場嘴戲 怎麼辦 你會付多少錢 不是片酬 是他付多少錢 如果要你付錢 沒有片酬 你願不願意 可以 真的這麼大魅力嗎 是的 因為我覺得他很英俊 很英俊 很英俊 也有機會和他合作 一定要試一下 是的 但是他在說謊的 知道嗎 是嗎 是的 那次和我做 04年他做嘉賓 有些網友說出來 吳彥祖說自己是1.85米 是的 為什麼跟陳一太一樣高 因為你也是1.85米 我只是1.81米 他說謊 你就不應該當他是偶像 唉唷 小事而已 愛情是盲目的 今天兩位小妹妹來到 我覺得不可以讓她空手而回 送給她們一些東西好嗎 好 一人有一個夢想 一人熱愛自迷夢 三人有三種愛 走她也無疑理想 一人人生會受傷 兩人願意沒囂張 三人同苦戀愛 不再來 事實與真相 接著來是播影《聲動亞洲》 請繼續欣賞 策刀